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会面 谢里夫在会后说 他要求奥巴马停止在巴基斯坦境内用无人机攻击 一起看他怎么说 谢里夫有这么大反应是因为过去十年 美国用无人机作为对付海外恐怖分子的主力 绝大部分攻击都是在巴基斯坦境内发生 美国在04年第一次出动无人机 在巴基斯坦执行攻击 到现在的行动数目超过350次 有超过九成是在08年或之后才进行 虽然美国利用无人机成功击毙多于塔利班和阿尔盖达高层 不过无人机攻击亦波及不少平民造成大量死伤 根据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的统计显示 无人机攻击在巴基斯坦 造成大约2,800多个人死亡 当中大约一成是平民 而以英国伦敦做基地的非牟利组织新闻调查局的数字 更加显示在集击之中丧生的平民 占总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巴基斯坦之前向联合国提交报告 说境内死于无人机攻击的平民最少有400个人 当地反美情绪亦持续高涨 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监察日前更加联合发表报告 列举多宗美国无人机攻击造成无辜平民死伤事件 又批评美国在巴基斯坦和也门这些非交战国 或者冲突地区进行攻击是不合法杀人 不单止违反国际法 更加构成战争罪行 也担心其他国家会有样学样 到时无人机攻击就会更加难阻止 美国的无人机号称可以长期监视目标 所带的导弹也可以将波及周边的程度减到最低 但为何造成这么多无辜平民死伤呢 美国又是否需要公布更多行动的细节呢 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本集的新闻志富讲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